看這一題 他說現在有一列火車 它有十節車廂 設計師依下列條件來規劃 第一個條件就是說 在其中兩節車廂 設立無障礙座位 那無障礙座位我叫A 要有兩個A 這兩個A一定要相連 這樣看第二個條件 其中五節車廂設有廁所 設立廁所的車廂彼此不相連 有五個設廁所的車廂 我們叫5B 這樣看第三個條件 在其中三節車廂設立販賣機 但不能以廁所設在同一個車廂 也就是說這個C跟B不能重合 要三個車廂設立什麼呢 設立那個販賣機 跟他不能重合 不過同時依照此三條件 這列火車有幾種配置的方式 好那我們現在的話 把那個五個設廁所的車廂 把它類出來 就是5B 1 2 3 就是5B 1 2 3 4 5 5 5個車廂 好然後再來的話 三個 三個什麼呢 這個是5B有廁所 這三個什麼呢 三個是設立有什麼呢 那個 販賣機 有三個販賣機的 那現在的話 剩下什麼呢 這裡總共有八個車廂 下什麼呢 下兩個呢 是沒有廁所 也沒有什麼呢 也沒有販賣機的 這我叫D好了 D 然後現在他說 這個的話 他不能什麼呢 那個 五節車廂設廁所的 彼此不能相連 那彼此不能相連的話 也就是說 我要把這五個的話 把它插進來 也就是說 五個B不能相連 1 2 3 4 5 五個B不能相連 那我要把什麼呢 三個C跟兩個D 把它插進來 讓這個 五個車廂不能相連 好那我就 下一個位置 1 2 3 4 5 6 六個的話 六個什麼呢 我現在給他做什麼呢 做不定相互的排列 隨便排 不定相互的排列的話 就算 就是五階層 三階層 二階層 這是第一個步驟 然後第一個步驟 做完以後 我再把五個車廂的話 塞到這裡來 這裡有 1 2 3 4 5 6 這六個 六個什麼呢 六個位置 取五個 把這五個車廂塞進去 那這樣呢 這五個車廂就不會相連 這是第二個步驟 所以的話 再來第3個步驟 第3個步驟 第3個步驟的話呢 是兩個A 那兩個A的話 現在已經有10個車廂了 這兩個A的話 一定要相連 兩個A相連的話 有幾種方法 這樣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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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著 這樣一種連著 這樣一種連著 這種有幾種方法 到這裡來 到這裡來 總共有九種方法 一種 兩種 三種 四種 五種 六種 七種 八種 九種方法 再乘以 九種方法 這是第1個步驟 第1個步驟就是 5階層 3階層 2階層 第2個步驟是 C6取五 第3個步驟是 乘以9 這樣等多少 這樣的話 這個是等於 等於是5取2 這是5乘4 2乘1 這是6 這是9 2得4 這是10 9、6 54 540 540總方法 所以答案是540總方法